佛 完了又回向给一些众生 回向给菩萨 那回向给众生 说他业障没消的 愿他消 这个业障消了 包括的衣食住行 生老病死 奈别离愿正会 都包到里头去了 这个菩萨的回向的力量 经常你考虑 你有这个力量没有 给众生回向 前都讲过了 代众生苦回向 我要替代众生苦 回向给众生 众生发的愿 他没圆满 我能够使他圆满 他心里没清见 我能令他清见 祝波罗密 祝道避难的法子 没达到 没满足 我能令他满足 给他回向 令他满足 拦住金刚菩提之心 金刚不坏 说这个菩提心 发了永远不坏的 金刚不坏菩提 成佛的智慧 一切自 永远不会退转 得不退转 同时 永远不舍大经见 守护菩提 一切的善根 守护菩提门 一切善根 为什么把菩提 说个门子 加个门子 门是通达的意思 让一切众生都能通达 都能到到菩提国 就一切善根成熟了 同时 能令一切众生 离我慢 这个很难得除掉 这个慢 好多种类 最讨厌的是 哪个最难除掉的 他根本不入别人 智慧不行 修行也不行 业障又很深重 那你自己 忍受啊 忏悔啊 他不 他想反的 明明不计人家 他因为他比别人都高 总因为自己了不起 谁也不如他 这叫慢 过慢 慢上又加慢 就过慢了 当众生使了我慢 先得无忧我 我知我见 中国有个小说 大家都知道 鲁迅先生做的 这就形容 形容一个人 他本来相貌 一切都不由人 阿寇 给他起标号阿寇 没有这个人 编书编的 就叫阿寇精神 很裂根性 他不及一切人 他又他比一切人都高 打架 耐由耐打架 打架就被人家打 但是他有一个方法 他有他的方法 他有什么方法 打了他 摸摸伤口 或者摸摸他 打出了包来 摸摸 怎么想 儿子打老子 那儿子打老子 老子就忍受了 一想 高兴了 我今天要儿子打了 算什么 这叫什么 这叫阿寇精神 而中国人 有这种精神 鲁迅看中国人 常常被他欺负 被人家侮辱 国为不扬 看着观察中国人 他家乡 有这么样一个人 他就外号给他起个叫 uncle 这个本来是 他什么都不及人 他还要敢叫他比人家都高 这叫哪曼 这叫慢过慢 还有呢 本来是比别人都强 比别人都强 他产生供高了 供高哪曼 把自己供起来了 我是了不起的 这叫哪曼 这个非常难除 很难除 每个人 多少都有 刚修行几天 或者这辈子吧 刚修行了好多 就因为自己了不起了 而成为是菩萨 自己捧自己 自己宣扬自己 自己美化自己 都属于我骂你 他 骂我 要他离开呢 让众生离开我 你首先得关无我 我都不存在 慢从何生啊 根本没有我 这个身体是假的 很快就消失了 不过你们还等几十年 我快了 我的日子不多了啊 但是要舍利 发菩提心了 菩提心本身就是怨 我发了菩提心的怨 怨什么 怨成佛 发了菩提心了 就走菩提道 走菩提道 一直走到究竟觉悟成佛了 就觉悟圆满了 发菩提心所愿成满 达到目的了 难住一些菩萨所住 难住菩萨所住什么呢 菩提心 从发心 一直到成佛 菩萨都住在菩提心上 怎么住法呢 住无所住 不住才生仙 不住生香味 主发生仙 应无所住 而生其仙 就是所住无住 这样的菩萨 才能得到了 善根 这个善根 是什么善根 言耳鼻舌身 有的六根 智慧 明 助根 明利 这得大神通 这样子 这样的完了 再进修 修习这一个善根 正沙婆罗 就智慧 亥 正到福果 正到福果 佛子 菩萨摩克萨 已住善根 故事回向菩萨已 这是有善根的众生 有善根的众生 又回向一切众生 大善根众生 向一切没善根众生 回向 回向一切众生 就是发了菩提心 菩萨摩克萨 也住善根 什么善根 咱们这些讲 引辱菩萨的 云也没提到引辱 布什也没提到布什 实际也没提到助根 它从理上讲的 不是从事上讲的 把自己的善根 回向给一些众生 又把这回向的功德 回向祝福 供养祝福 以回向众生 善根的功德 回向供养祝福 上求 回向的上求 成佛 回向的下化 度一些众生 这叫上化 这叫上求下化 周洪世这间发的愿 大愿 愿一切众生 他们所有的善根 这众生有的 他哪管到庙里烧之香 完了就走了 就这么个微小的善根 这善根极少了 回着是 到我们法堂经常有 在门外头晃一晃 又到这里头逛一段 往来走了 这个善根是极少的 就有这个少善根 一谈子间 谈子正面 见佛文法 乃至没见佛 见身文法 那生也没见着 到法堂转了一圈 就这么一个功德 这么一个功德 能他使他 给他回向 使他离障难 能够亲近佛法 咱们过去 种善根 可能都这样种的了 如果你的今生 保住你清净的比丘 或者清净比丘你的身份 不霸道 不还说 不破戒 我说根本戒 轻微的戒 你守不住的 就以这个功德 也能离开障难 这叫善根 生生死是离 今生离一些 来生又离一些 离来离去 全部都离了 你天天念阿微德佛 这是镜头部的 念阿微德佛念到圆满了 什么叫圆满了 你死了还不圆满了 你死了生没生去 生没生都就圆满了 那念佛念释迦摩尼佛 念释迦摩尼佛包括你念法了 我念法了 难道念佛把它包括说大一点 念一切佛 什么样说是圆满了 你念的我自己就是佛 念的哎 胡言明白了 哎呀 我跟他无二无别 我就是佛 能念的心 是佛 所念的是佛 那一定能成就祝佛 但是这个方法 还得另外学一些 那就改造念法 念法 法力方便善求很多 法力 它能够使你 它法是一种归宰的意思 这种归宰 那一众生觉悟 就归生勿解 归生勿解 就是要一众生解了 了解到了 了解什么呢 因此自信 把这个你的自信啊 就是然说本具的佛性啊 把它持不舍 这就是法 法力方便善求 要你达到 因此你自己的佛性 不舍 念佛念法 还得念生 尊重生 生是成为宝 不是一个人啊 生最少最少得五个 最好是七个 一切大众 众生 生是和和业啊 和和业不是一个人 那现在嘛 我们这个出家的 不管比丘比丘年 都叫生众 众不是指一个人说的 念生呢 尊重生 他是注释 正法的 是寺庙都靠着生人 来注释 有很多庙 没在和尚 那个庙没办法 兴亡不起来 特别在北京 北京大庙很多 庙修得很好 现在也修得很好 国家把它作为 游览区 他看见过去 有和尚时候 或者有比丘年的时候 人家都往那乡筒里丢钱 你看庙里头 那个庙 游览区那庙 他也摆个乡筒 谁也不丢 没人往里丢钱 哪会把一毛钱 一块钱 没人丢 因此那个 很多的庙 特别团召寺 借贷寺 请一些和尚去住 这一住 每个店里头 人家来了都丢钱 比他收门票还多 因此就发明 全国的庙 庙里一定有和尚 比卖门票还划得来 卖门票收的 没这个收入的多 什么原因 人家尊重生 有生 就是要住持 住在庙里 这个庙的气氛就不同了 住持人 要尊重生 所以 你一定要 耐乎 恭敬 敬礼 佛 法身 三宝 入世 回向 不是回向 所以他的善根 才能离藏难 念佛 念法 念神 要是常识念佛 不论念哪尊佛 佛佛 佛佛道统 永远的不离开见佛 尝试见佛 心得清静 活着佛法 这才能集聚起来 无量的德 那你神通妙容啊 都是清静的 会产生神通妙容 对于法呢 只有佛所说的 都是清静无为的 都是叫我们去做的 依教而做 法能断除我们的仪 一些怀疑的念头 看了经了 就都解决了 为了一致佛的教导去做 今天就讲到这里 孟参老和尚 1915年7月13日 生于京吉林省白城地区 1931年 在北京房山县都率死出家 一生学通显密 教通发宗 畅讲花言 立红地藏 虽蒙雷谢之灾 三十三载 弘法新智未曾烧歇 于2017年11月27日 在大陆武台山安详市集 享受一百零三岁 感恩孟参老和尚 一生眼说大称 少龙火种 缅怀风范 祈愿老和尚早日趁愿再来 慈敏度众 利乐有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佛教 上供下施之慈悲法门 喜认世尊 施设慈法之慈悲本怀 如此 不仅能分担如来家业 布施者亦得福 实为明阳两立之善行 修施时与焉供法 是增加福报的最快方法 不仅布施六道众生 可以增长布施者 福禄受财 生生世世 福寿长 善根具足 也因为布施轨道众生 与众生结善缘 则能免除一切 有形无形障碍 能对我们世间的生活需求 事业有所注意 国际万场焉供 自104年4月11日起 至110年4月23日中午止 海内外共303,025场 布施蚂蚁小鱼 自105年5月21日起 至110年4月23日直 海内外共12,311次 慈悲至夜 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报恩孝亲 起见梁皇宝燦法会 及三十系念法会 日期8月22日到8月26日 梁皇宝燦法会 时间每日上午9点开始 恭请广护法师组法 及法务指导僧众 共同领众 日期8月27日星期六 三十系念法会 时间上午9点 恭请慧态法师 慧量法师 广护法师 共同组法 地点 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0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03-989-8686 03-989-8686 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瞻法医共募福恩 疫情期间参与共修 请务必遵守防疫规定 新逢观世音菩萨 殊胜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 呈一百万倍 慈陪至夜 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特举办 八观摘界 祭礼拜 大碑灿法会 恭请广护法师组法 及法务指导 僧众 共同领众 日期9月13日星期二 时间上午8点半开始 地点 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0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03-989-8686 03-989-8686 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瞻法医 共募福恩 疫情期间参与共修 请务必遵守防疫规定 一时 在蛇魏国奇远经世的 冷言法会上 各大菩萨与大阿罗汉 分别寻说了各自 正物 正能 正觉 三摩的的原通法门 大师之菩萨 与他同修念佛三位的 五十二位菩萨 寻说了念佛原通法门 我记得 过去无量劫以前 有佛出世 名号为无量光佛 那时 先后有十二尊佛 相继出世教化 有一大劫之旧 最后一尊佛 名号是超日月光 正是他 叫我修习着念佛三位 例如说 有两个人分离了 其中一个人 十分想念另一人 可对方竟然忘记了他 如此二人 即使偶然相逢了 也等于未逢 虽然相见 也等于未见 哎呀 儿子 儿啊 儿啊 若这两人互相想念 越念越深 这样的久念不忘 必定从今生到来世都形影相随 不会违背分离 十方如来连念一切众生 也如同慈母想念儿子一样 倘若儿子逃去 想念岁生 又有什么用呢 儿子如果能想念母亲 也像母亲想念她的时候一样 这母子二人 随经历今生来世 也不会互相远离 假若众生的心常常义佛念佛 则现在或将来必定可以见佛 离成佛不会遥远 不必借助其他各种法门方便 自然就能开与 犹如燃香的人身上就有香气 这就叫做香光壮严 我原本我原本在因地修行的时候 是以着念佛的心入乎圣人 现在我在这娑婆世界 帮着念佛的人会到极乐境 佛问我 法心修行应从何渗入 德正缘通 我没有别的选择 我没有收射六根 让念佛的静面长相继续 无有间断 如此念佛以心不乱 必能得三摩地 以这个法门最为第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护持功德书圣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立诸众生 数网无量光佛差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 摩赫般若波罗蜜 摩赫萨摩赫萨 摩赫萨摩赫萨 摩赫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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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